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捐赠了台北市政府两辆富康巴士 让台北市长蒋万安相当感谢 另外针对九合一大选期间 中央提出的北北鸡桃1200元交通月票政策 蒋万安表示这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也是要尽快落实的政策 希望中央兑现承诺与地方通力合作 来减轻通勤民众的负担 一把钥匙来开解我们需要受欢欢的势力 知名连锁茶饮企业执行副总代表慈善公益协会 将象征的车钥匙交到台北市长蒋万安手上 目前台北市共有328辆小型富康巴士 每月平均服务约4万5千趟次 显示身障朋友对富康巴士的需求 因此由连锁茶饮企业号召加盟组组成了 台北市集瑞慈善公益协会 特别捐赠两辆富康巴士给台北市政府 我们为了要推展企业文化 我们在15年前就成立了三男社会关华协会 那其实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 从业人员的伙伴能够 在这个里面学习到说怎么来回馈社会 然后来感恩这个社会 其实我们就这样子默默的15年 总共做了400场的公益活动 那其实目的不是说为了要展现我们企业的一些形象 只是希望说先把这个文化梳理起来 所以在座的很多加盟组 也都是我们20年来很好的伙伴 对于企业与加盟组的爱心 台北市长蒋万非常感谢 强调政府资源有限 社会名利却无穷 希望公司协力做公益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成功的企业愿意回飞地方 愿意发挥爱心 台北市现在我们也有358台 不同巴士 每个月大概有四万五千套次 所以当然我们更希望 有企业或是任何善心的朋友 能够支持我们这样子照顾弱势的行动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一直很强调 政府的力量有限 但是民间的资源无穷 我们希望大家携手努力 通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在很多市政的推动上面 真的好好地照顾市民朋友 永远以市民的权益 都在最优先的位置 而中央在九合一大选期间提出的 北北基陶 一千两百元交通月票政策 台北市长蒋万再次重申 这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呼吁中央因紧速落实 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 减轻通勤民众的负担 我在院会也第一个发言 就提出来北北基陶 月票计划这件事情 其实我想第一个很重要 是希望能够减轻通勤朋友的负担 以及努力大家搭乘大动物工具 而且缓解交通拥塞 以及减少可能发生的事故 而且更重要 从不管低碳永续 城市成本 交通效益等角度来看 这都是刻不容缓的议题 也是应该要尽快落实的政策 所以我们很希望中央 也能够兑现当时的承诺 大家中央地方通力合作 能够真正的来达到 我们谈到的这几个目标 减轻通勤朋友 有消息 而对于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江和蒋万去视察大巨蛋 蒋万也做出回应 上任之后 也很快速的 率了市府团队去大巨蛋实际视察 也请远雄进行相关的改善 届时我们会邀请球员 来实际的做场地的测试 透过他们反馈 我们来做相关的修整跟调整 所以接下来在幸运的时候 我想不止您部长 我们也欢迎很多的市民朋友 一起前来大巨蛋 对于针对重点路段计划 恢复设置行人专用垃圾桶 蒋万强调 主要目标是希望台北市的市龙 能够整洁 所以会请相关局处 透过专业的评估 以及地方的需求 做机动式的调整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迈入第六届的内湖乐活 夜音季 2月3号晚上浪漫登场楼 在内沟西的步道旁 总共有300多株 不同品种的樱花 依序盛开 绽放樱花 不输国外美景 台北市长蒋万安 主持开幕仪式强调 这里非常适合 请能来场约会 或全家大小 共享亲自时光 欢迎大家把握时间 到夜音季来场 浪漫的赏音之旅 请起到 乐国夜音 美好光音 亮亮夜音 2023乐国夜音 正式登场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多位台北市议员 共同启动下 乐活公园夜音季活动 正式展开 内沟西步道旁 数百株盛开的樱花树 在灯光映照下 更加绚丽 让参观民众 指乎太美了 根本不输国外美景 漂亮 非常漂亮 漂亮 就漂亮到 带我妈妈跟阿姨来 来看这个灯会 漂亮 什么样漂亮 很像日本一样峰会 很像日本的峰会 对 超美的 今年很漂亮 怎么样漂亮 很盛开 很盛开 对 其实就是 有不同的感觉 但真的很美 蒋万安表示 乐活夜音季活动 已经迈入第六届 这一处内沟西 过去每逢大雨 就会淹水 经过诊之后 成为提供大家 游气的乐活公园 他也非常感谢 各界的努力 才能在这里展现 非常漂亮的映画 我们内沟西 过去 每次遇到大雨 就会淹水 但是经过诊治之后 也非常感谢 我们在地的 议员里长们 以及市府团队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能够到今天 展示漂亮的樱花 都是靠各界的努力 蒋万强调 乐活夜音季 跟其他地方的 花季活动不太一样 多了在晚上 赏映的浪漫氛围 因此很适合 夫妻情侣来这里约会 他跟话风一转 笑称自己很担心 和太太到这里赏映 因为太浪漫 恐怕又会有 第十胎出现 有八重音 寒音 昭和音 等等 非常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浪漫 我们这次的展期 刚好 也会历经 2月14号 情人节 是非常适合约会的地方 所以我都很迫不及待 希望跟我太太 能够来这边赏映 但是也很担心 来这边太浪漫 可能又会有第四胎出现 所以还在考虑 但是呢 无论如何 我觉得所有的好朋友 都应该来这边看一看 蒋万也趁机 在帮台湾单位打广告 尤其12个行政区 也有主题灯视 大家到内湖热火公园 看夜音之外 也可以到大港前公园 主办的台北市公务局 公园路灯管理处方面表示 热火夜音季 今年展期到2月28号 为期16天 今年寒音提早绽放 目前正式盛开季节 今年展区也特别规划 夜间光环境主题装置艺术 搭配夜间嗓音 非常适合大小朋友 一起散步度过温馨夜晚 2月19号 还有光音飞舞 一同去亲子活动 及解谜闯关游戏 同时也将举办 千罐饮料唱饮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在樱花下 开心迎接春天的到来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内湖元宵节 最大传统盛事 夜弄土地宫 今年恢复举办 有百年历史的剪头福德词 土地宫 坐上神教 沿着成功路 内湖路与金龙路 进行绕境祈福 进行绕境祈福 剪头福德词的福德证神 乘坐神教 沿着金龙路 成功路 清云街 及内湖路二端一带 绕境祈福 沿路店家用鞭炮 热情欢迎表达对土地宫的前程敬意 夜弄土地宫的习俗 是因为当时那些地方向 地方上的老者 对不对 那些集合起来 然后巡视 这区块土地宫的管辖 用整个扛的方式 最早用扛的 然后下去炸 然后加加户户 个人出个人的鞭炮 跟面包没有关系 是这种趋势 然后慢慢演变成 然后每一户都拿鞭炮出来炸 炸到真的是火红了 从小看到大的当地内湖里里长 许昌华说 土地宫真的很宁业 每次要出巡时天气就会好转 过去两年 因为配合防疫不得已停办 配合疫情解封 夜弄土地宫今年会复举办 让地方民众与店家相当期待 也吸引了大批人潮参与 民众戴上口罩 护目镜 耳塞 全副武装迎接着 睽違两年的地方大事 每一年 办这个活动的时间 天气 土地宫都特别会 不管你白天再怎么下大雨 你到他土地宫要出门的前一刻 他就雨就停了 等到他回到庙的时候 他又突然的雨又来临 所以土地宫他的本身的神威 非常的显赫 像这家在剪头府的池旁的自助餐 业者就准备了十大乡的鞭炮 要来热烈迎接土地宫 我们今年有准备了很多鞭炮 那另外老板有多了一个欢喜粥 给大家吃平安吃开心的 对 然后另外有三生素果 就是给土地宫 跟他孝性的一些食物 那另外婆婆有准备了一些 苹果啊 包子啊 还有汽水 听说这样有好兆头的意思 所以今年也特别准备多一点食书 内湖区多位民意代表也出席共襄盛举 希望透过炸土地宫的传统民俗文化 祝福大家把来年的财运和好运都炸出来 这个建造土地宫是我们内湖的传统 那台湾其实有保留这样子的传统非常的少 而且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特别来 那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 今年又再次停办 所以可以看到在场的人潮非常的多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 那借着炸土地宫呢 能够把这个过去一年的好运气呢 能够让他重新的把财运跟好运都炸出来 除了震撼住十足的鞭炮炸土地宫外 许多民众还沿路减时 拦放过的鞭炮灰及鞭炮穴装进喉猫袋里 甚至大把大把的扫进纸箱里 就是为了收集财运好运加倍 很多做生意的包括商家店家 我们在这里都会放鞭炮 放鞭炮然后把鞭炮完收起来之后 用红包包起来 然后祈求一年平安 一年的财源财气这样 那过去的习俗这样 如果放了鞭炮越多 代表未来一年生意可以越好越兴旺 晚上十点过后 内湖夜龙土地宫的活动进入最高潮 信中用圣纳的鞭炮镇 迎接绕进祈福队伍 回到剪头福德池 庙方强调 在安全为最高原则的前提下 会不举办这项百年传统民俗活动 像在土地公庇佑加持下 挥别疫情阴霾 用好运及财运 欢喜迎接兔年的到来 2023台湾灯会议四大展区中 位在东区商圈的光展区 沿着中校东路设置16件中大型的绚丽灯饰 有近12米高的巨型兔子洞等兔兔造型灯饰 走进巷弄还有43件 长生在东区店家内的艺术作品 有请民众来感受东区商圈的魅力 近12米高的巨型兔子 从建筑物中探头而出 艺术家陈朴的未来穿梭兔子洞 不管是路过的行人或是捷运旅客 都能一秒吸引目光 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 其实也是从小到台北长大 那我自己从捷运这个第一条开通的捷运眼线 就是就一直搭乘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挑展览的位置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说可以跟捷运有关联性 那我觉得这个兔子洞其实就象征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搭捷运其实都要进到一个隧道里面 然后去往你的未来前进 那我就希望这个兔子洞的概念 可以帮台北城市打开一些未来的想象 所以我们这次的作品也结合了 就是区块链的一个web3的一些人物角色 叫做Clone X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未来机器人 邀请他们来到台北市 然后来欣赏台北市的一个美景 那我们这次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在这个场域其实它的建筑量体非常大 所以我们透过了一个把整个场景跟建筑物3D化之后 然后在VR的空间里面去做到放样跟定位 所以我们这个兔子的整个比例关系 会跟建筑物是比较协调的 然后它也不会遮挡到logo 那不管是从捷运上或是远方 或是在进的这个场域的观看 都是非常适合这样子 在SOGO宗校馆前的Hi-Hi的 以可爱的大型充其装置 表达人们有时想躲起来 又想让别人看到自我的状态 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 则是有国际艺术家大颜奥斯卡的光兔献宗 这件作品名叫Hi-Hi 是打招呼又藏起来的意思 那大家兔年 今年是兔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艺术家做了一个很大型的兔子 可是它跟一般的兔子的形状很不一样 它是有一种藏起来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符合照 像一只兔子他很调皮的心境 然后也很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那种 我想被大家看见 可是又想要表演 又有矛盾很有趣的那种世代风情 那这是我们这个作品想要表达的 那这个作品它其实有很高的互动性 人们除了可以里面进去拍照打卡之外 拍手大家可以看到民众玩得很开心 拍手的时候也会有光纤的变化 它其实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作品 这次的作品叫做光兔献中 然后是由四次受邀到 日本赖户内海艺术记的 国际型的艺术家 大亚奥斯卡他所设计的 那这只兔子其实叫做光兔 是大亚奥斯卡他在 有一次在法国那边等飞机的时候 发现现场有一个 那个兔子造型的灯 然后他以这个为素材 然后创作了这一展 创作了它有两个角色 一个叫光兔 一个叫影猫 那由于今年是刚好我们是否农历的兔年 所以奥斯卡他这边就特别创作了这个兔子 然后来祝福我们这边农历的新年 那这光兔献中就很像是一只兔子 仰望着地球代表的是我们台北 其实是地球村的一员 那在作品里面也藏了奥斯卡这边的一些巧思 那光兔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大型的装置 那在影猫的部分就是融合在我们前面那个圆形的球里面 除了兔子造型的灯饰 墨西哥艺术家路瓦李维拉的作品《融融》 将游水接触时的形状以编织艺术呈现 象征城市走过的历史 而彩虹教堂则是展现台北作为亚洲 推动同志游行的第一座城市 因为包容而美丽 这些作品主要是要让作品跟人互动 然后它有这个作品的概念是因为说 它有一天在城市里面发现地上有个水蛙 那那个水蛙它里面有水跟油 它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景象 于是它启发它这个想法 这些作品它除了说这些亮丽的色彩之外 它主要也是想要呈现这个文化的多样性 那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去呈现 不见得是人种的多样 也是文化多样的一个融合的一个社会 我们这座彩虹教堂 它是设计师那个朱志康老师这边设计的 然后它是以平权的概念去设计它 那各位可以知道说我们 台湾是亚洲地区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有的爱都需要被受到祝福 所以朱志康老师特别以彩虹教堂这个概念 因为彩虹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那也包含了所有需要被爱跟爱人的人 然后特别以像这样子一个充气的装置 然后去展现出这个我们台北市这边 跟其他都市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塔尖的地方是两个大型的音叉 当风吹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如同 那个教堂般的那个钟声的声响 不只大街上精彩 商圈巷弄内也由专业艺术团队 梅合店家与艺术家 设置43件艺术路店作品 让东区宛如一座大型开放式的一郎 我当初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高耸的空间 而且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是一个饮料店 那美兽这只怪兽它其实是一只外星怪兽 然后它是以美为食 因为它当初诞生的时候是在一个理发厅 然后我就是想说让它是吃美的东西 它会越来越大肢越来越长大 然后它的这个触角其实是不是像章鱼 它其实是来自于像头发的延伸 那这次在跟OO的合作上 我就是想说让它吸收这个饮料店 美好的饮料的一切 还有这个东区的一些能量 它平常是黑色 这次特别改成银色 让它具有一点太空风 然后结合这个空间 让它比较更有一种迷幻的感觉 我们这次艺术路店呢 每一盒了43间 43间与43位的艺术家与商店 那在过程中 我们是把艺术品放到店里面 其实除了是希望说 让艺术跟商业碰撞出更多火花之外呢 其实也是希望引导大家 可以就是除了去公园或是大型工厂看大灯画 也可以回来东区消费 然后把艺术跟消费跟商业这个本质呢 这三者就是互相加成 然后来带领大家拿到市民的利益最大化 这样子 那这件作品 浪院这件作品呢 它的主要形式是源自于那个服饰会 那也是本身 这也是为了呼应就是店家 它在里面装潢的一些比较日式氛围的形式 我们的艺术路店有非常多 包含了十一艺术型的一些店家 而且还有一些手座 其实大家都可以慢慢去体会 然后在游走我们的光展区的时候 休息累了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店里面 去消费 然后去吃吃我们的特色美食 在整个光展区里面 除了有大型的这样的灯饰艺术以外 还有43件路店的艺术 那包括了各个领域 十一柱型都有 所以大家在逛灯区的同时 也可以进到店里面去 吃点小东西 那买买小的饰品 一起来活络我们商圈的经济 我们也特别有针对我们的艺术路店等等 整个16个中型灯区 一起有一个串联的五条的路线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官网上面 可以按图索记 深入来体验我们东区商圈里面 各个艺术路店的店家 跟我们整个环境 走逛精彩灯饰和艺术作品后 灯会还募集多达300间以上的特约店家 店家们纷纷祭出各种优惠活动 让赏灯民众吃喝玩乐一网打尽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 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暗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旗刊关心您 2023台湾灯会四大展区中 位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圆展区 涵盖超过20件新著名客家及原著名的灯饰作品 白天夜晚都有截然不同的风貌 其中复灯Type 8 Glader 透过四面巨型LED立体影像装置构成的礼物箱 呈现弱势3D影像展演结尾还有惊喜彩蛋 等着民众来开箱 兔子快递将每个人取下的愿望 化作物件装进箱子 历经各种奇幻旅程 将欢乐与祝福送到每个人身边 圆展区中复灯作品台北兔给乐 以近三层楼高的四面巨型LED立体影像装置 打造礼物箱造型灯饰 带给观众无限惊喜 我想做一个可以合家观赏 然后让大人小孩都有很有幸福感的一个灯 那这个箱子的这个idea呢 其实来自于这个 大家疫情最有感觉是什么 就是全世界的贡感其实是开箱嘛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去实体的shopping 大家都在网路上订物 然后就会有一个箱子 所以这个箱子其实是我送给台北市的一个礼物 送给小朋友的一个礼物 那这个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后面的小朋友 其实都是很进行的在玩 其实就是一个庆祝疫情过后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看灯 那小时候看灯的感觉 其实就是充满了幸福感 那这个灯其实它有什么亮点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它是一个 第一个它是一个 大家你们看到后面小朋友跑来跑去 它是一个有体感互动 科技互动的一颗灯 你可以跟它互动 也有声音 而是real time的 即时的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你可以去探索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第二件事情呢 它是一个全台最大的罗眼3D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罗眼3D 以这样的尺寸出现 那来到中夜 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型的罗眼3D 再来就是 罗眼3D不只是视觉的惊喜以外 其实它是包含了一个整个 快递公司这只兔子的故事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 然后一起感受这个走春 一起跨年看灯的这种幸福感 位在松烟生态湖畔都市里的印花布 将客家诗歌词中的故事以带有文化意义 与生活体验的花纹剪纸蓝染 转化成都会风格 让民众一起想象与编织出新的客家美学体验 我是一位服装实力师 是用服装设计跟客家的元素 在跟客制部分做这个结合 所以当然客家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樱花 很多的布花就是在客家的文化里面是 很多人会看到这个樱花 会知道这个是客家文化 所以这一次我们是把这些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元素 把它就分解 把它变成一个很低山的一个实名的一个投影 所以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然后我们把它有不同的花 有台北的景色 把它全部做一个动态的 跟着客家的音乐的一个动感的一个投影 一个艺术这样子 环绕大树12米的铁雕餐桌 是纸雕艺术家陈若涵的作品 种下台北的味道 透过餐桌意象表现味道菜肴对土地文化的重要性 也象征新住民与台北的共荣与圆满 为什么叫做种下台北味道 除了呼应就是它在一棵大树下 然后围绕的大树 其实因为新住民啊现在在台北台湾有非常多各个国家的新住民 所以我用一道一道新住民料理 然后想要呈现的是就是文化跟族群共融共好的一个样态 那我用一个12米的大圆桌来呈现 那我们先看在桌上是有粉红色的这个桌巾 那这个桌巾其实想要呼应的就是在台湾版德的这个热热闹闹的氛围 然后版德不是也都用粉红色的桌巾去铺上去吗 然后所以我就用粉红色的桌巾来呈现 那在这个桌面上总共有15道不同国家的新住民料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跟就是新住民的朋友真的一起来共创 然后把他们的味道刻画下来 那这次的作品很特别的是它是一整圈 所以作品应该说作品菜肴呼应这个椅子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之后可以很闲适的选一个他喜欢的座位坐下来 然后在大树下喝咖啡或是跟朋友聊聊天 然后同时看这个作品 以竹材编织代表着各种文化融合 作品《我们在这》 象征经过各种生活挑战与磨练 新住民们仍以坚定的温柔 抵抗风风雨雨守护家园的未来 那我们这次的整个策展里面就是《我们在这》 所以我们想要把新移民新二代在台湾 常常聚会的这个感觉给分享出来 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大家可以到里面去 老师也是希望说大家在这个作品里面可以坐下来 欣赏这种松烟的音乐 然后松烟的这个氛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分为几个结构 第一个就是老师擅长的竹编结构 这个竹编结构呢 透过外我们可以数一圈一共有12片 这12片也代表台北的12个行政区 那同时呢 在上方我会看到透过一些灯笼跟一些彩带 灯笼呢是希望说在元宵的这时候呢 把这个怀念故乡的情节给带出来 彩带其实是要透过这种波浪型的意象 去讲海洋 因为很多的东南亚移民呢 或行得到其实是从不同的国家 飘洋过好到台湾到台北 所以其实在这些意象的结合下 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边欣赏不同的文化背景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未来在整个灯笼的期间 我们一共会有九堂不同的展演会在这里发生 而这些展演就是依据我们不同的作品去重新创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聚会之中把它展演出来 涵盖超过二十件作品的圆展区 灯会期间在一号仓库的多元舞台 还有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等多元族群 带来每日定时八十五场次的精彩演出 园区店家也将隐藏营业至晚上九点 欢迎民众一起走进园区 感受松烟夜晚的独特魅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统计一百一十一年 违规广告查契的成果 食品、药品、医疗器材及化妆品违规广告 总共开罚了528件 才罚三千八百六十八万元 民众划手机、看电视或上网时 时常接触到各类商品广告 漂亮的文案总是让人忍不住想下单购买 不过广告内含有许多陷阱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 业者天花乱坠的违规不识广告宣传中 而不自知 台北市卫生局统计一百一十一年 违规广告查契成果 食品、药品、医疗器材及化妆品违规广告 共开罚528件 那我们一百一十一年 总共处分了528件 那财罚金额是三千八百六十八万 那当然相互部队的财罚金额 跟前期年相比是照有明显的下降 也就在我们积极的查契过程之中 对于违规广告的一个 他的採除的案件金额是有下降的 第二个就是在每一则的一个违规广告内容里面 事实上他真的违规的情节相对 真的是业者也有在努力 让我们避免这样的一个违规广告的发生 那当然在这所有的广告案件之中 我们查核的结果还是以食品占大中 他占49.3% 那接下来是药品跟医疗器材部分大概占28.3% 那第三位就是我们化妆品 他是占22.4% 那我们还是会统计一下 就是累积财罚总金额最高的前三名的业者 那这一次三则都是有关于是 医疗器材的一个广告违规的部分 那第一名的话是我们瑞士商艾尔康大药厂 部分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那他111年的总财罚金额是117万 那我们举例一个产品的部分 是针对他全新智能水感镜片 是有取得我们万福部的一个一材的一个字好的 那他的一个广告内容 包括还有讲到一个挑决引擎年纪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包括他的一个水晶片含水度超多少 那他的一个医疗器材的一个广告 必须要先经过事先申请才能进行刊登 那他的违规的情节是因为他的这些文字内容 并没有经过一些广告的事先申请 只有三级于刊登 所以进行了采法 那第二名是我们的全药者和行销有限公司 那他同财罡金额是100万 那我们举例的这个食货系健康物 他也是有在当时在去年的时候 只有取得我们为不不一财的一个字号 那他的一个 他其实在刊登之前他是有来申请 针对这支产品是有来申请药器材广告虚可的 不过他在这里面提到的内容 包括名书出来的 例如说讲事人的第二个心脏 不断循环不好 却无法顺利留回心脏 这些冷冷的字眼 跟当时申请的一个广告核定表的内容不符 所以不符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会把进行相关的一个采法 所以要注意到医药器材广告 第一个要事先申请 第二个申请之后不能三次编译 刊登的内容一定要跟申请内容完全相符 不然都会进行采法 但是这个石墨西健康化的产品 他在去年10月28号的一个医药器材证 已经经过固废值了 所以这个产品目前已经回归成是一般的商品了 不能宣称了效 好 那第三名的部分是申酉有限公司 他的总采法已经二十八十万 那这个是一个石墨西的一个媒体库 那他的一个状况跟第一名是一样的 他所刊登的这个内容来讲是医药器材的广告 但是他的内容是完全没有经过申请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进行相关的采法 那这一个产品 事实上他的医药器材许可证 在去年11月11月4号 也经过胃部副金的注销了 所以这个产品目前也是回归成一般商品 是不得宣称了效的 那再来的话 其实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 那我们这些微微广广告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些媒介 那当然也跟大家现在的生活习惯信息相关 目前最多的还是来自于网路 78.4% 那其实电视是14.6% 那广播是3.2% 那进一步我们来分析一下 网路到底是哪一些网站 比较容易去看到微微广广告 我们真实际上查过最多还是来自于各公司的一个观光 最多的是223件 那如果以社群每一集来分析的话 其实跟大家使用习惯有关 最多的还是来自于脸书 Facebook 那第二个是Instagram 那第三名的话是YouTube 第四名是LINE 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消费者 在网路的一个购物风险其实很高 包括透过一些社群网站 你看到的一些广告 包括连接到一页式的广告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是没有所谓的厂商的名称、编号跟地址 它只有一些什么LINE、留言、E-mail的 真的发生、产品发生疑慾或问题 甚至于就是想要退货的时候 你是找不到人的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透过这些网路购物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不是有完整的一个业者的资讯 那当然尽量还是合法的一个商店进行产品购买 不管是实体商店或者是网路商店 那是真的是比较有信用的平台 然后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采买 那当然对于这些平台的观点 他们真的有在翻售一些 比较需要申请的一个器材的话 我们在广告的一个刊登上 都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跟限制 那最后一部分的话是来说明一下 我们广告到底都喜欢有哪一些类别来做宣称跟分析 那当然这一次在去年第一名的是我们皮肤美容类的 其实跟前两年差很多 前两年第一名都是提升美容类 那但是在去年反而是皮肤美容类的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还是我们提升美容类 第三名的话还是我们居高股下的瘦身产品 那当然就是化妆品的部分的话 以最喜欢宣称的就是消炎跟消肿 那其次的话其实大家会看到促进了 西方活动或者是消炎蛋白震神 第三个就是除斑跟防晒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没有特定的一个有效成分 或者是他就是过度化那种一个宣称 那找到采发 那当然广告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写 到底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为不不他其实针对于食品化妆品 都有所谓的广告不实 或者一直误解的一个准则 那里面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 也是很明确的用文字的形式提供给各位 业者进行相关的行销参考 那当然如果是属于医药器材或药品的话 他就是广告刊登之前一定要跟直辖市 或者是中央区去申请广告许可 那刚刚也再强调 申请之后刊登期间是不得变更 允许核准的一个事项 如果要做变更的话 他要来做申请广告的变更 那另外强调就是一般商品不能宣称条件 那针对这一些相关的一个准则 或者是说我们历年的一个使用处 针对广告的一个函式 我们都 卫生局这边有绘整成一个 所谓的案例会议面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是免费把它开放在网络上 供各位多下载 所以其实很多业者的内部 把这一本是当做教材再来使用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下载 卫生局也提醒食品不具任何医疗功效 民众切勿相信 夸大不实的言论 以免伤了荷包甚至伤身 为了响应2023台湾灯会 松山灯区展开 松山区公所 台湾医院 松山健康促进会 及区籍社福团体 举行灯节热灵健康促进活动 教长辈们如何吃的营养又健康 长辈们也在松山灯区祈愿墙上 写下祈福卡 希望来年平安顺心又健康 由松山区公所台湾医院 松山健康促进协会 以及区籍社福团体 举行灯节热灵健康促进活动 首先就从为长者介绍 热灵健康餐盒揭开序幕 由台湾医院教长辈们 如何吃的营养又健康 我们的蛋白质里面呢 有一个丰富的蛋白质就是牛奶 已经有人讲了 所以第六类是牛奶 所以均衡的六大类都要摄取 但是要选对食物 就有点困难了 如果你今天吃的是什么 盐浸品 它算是选对食物吗 不对嘛 对嘛 所以我们要选择原态的食物 包括我们刚刚有人讲到的麦片 麦片它是属于全果 但是是在地的食物吗 不是嘛 那我们在地的食物就是女食类的哦 就像我们这个糙米 藝人 小米 玉米 还有什么 红米麦 好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全果类的东西 松山区里长林医会会长洪温满 以及健康中心林立林主任 特别朗诵松山社大小熊老师 以传统糕饼为题做的登尼师 长辈们也在松山登区祈愿墙写下祈福卡 希望来年平安顺心又健康 新郎造学够了派 扁皮薄薄细又软 真彩食料长度离 甜度可以到永远 这是一首诗 然后一个老师小熊老师写一首诗 所以这首诗它是拆一种饼 什么样的饼三个字 三个字 咦 怎么那么快呢 不是 对 我想请问 草原饼 草原饼 活动中还安排长者前往参观灯区 由于台湾灯会松山灯区 将在2月4号晚间5点 在慈幼宫前广场进行点灯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灯区结合在地公庙等宗教文化元素 串联饶和观光夜市 并邀请台湾在地知名的原创IP 好想兔作者 独家设计月宫后花园灯式 让民众不管是在白天或夜晚 都有不同的互动体验 另外点灯仪式晚会中 松山老人服务中心 也将透过互动小游戏 宣导老人福利相关服务 前100名完成闯关活动者 除了摸彩券之外 还能拿到限量祈福卡 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基隆慈云寺在疫情趋缓后 再度举行元宵节观光异闻活动 邀请许多贵宾一起来参与 特别的是内政部长林佑昌 也特别来参拜感恩慈云寺的照顾 活动一开始是新任的内政部长林佑昌 特别到慈云寺来参拜致谢 感恩地方的栽培 国台平安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谢谢 今天是元宵节 也是小过年 因为我前几天刚接任这个内政部长 刚接任内政部长 所以趁着这个礼拜天 回来参拜我们各大庙 慈云寺 吉隆一来最拿 最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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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手 所以今天是满满的感恩之意 这个人说 这个贾规计爱拜求逃 人要有感恩的心 饮水要思源 所以我今天 特别回来跟所有基隆的乡亲 这个向各位来报告 然后另外也感谢大家过去的栽培 那我们过去半年我做市场的时候 基隆市有很大的一个蛻变 那希望未来我在内政部 也能够为国家跟社会 做更多的一个贡献跟努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一个支持跟栽培 满满的感恩 满满的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你 今天是 鼓励的 正月十五 是说 修贵母的小姐 因为我们疫情这样 趋缓 所以我们 全市会副办那个义务的活动 也办过 会话 司法 今天是 元小姐完废 今天也是向那个很光荣 我们内政部部长 来庙里参拜 非常 非常的 感谢 非常谢谢 还有 今天有好多节目 很多节目 也 也要 祝福大家 那个新年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可以安心工作 安心上班 安心赚钱 谢谢 希望大家一起赚多少钱 对 一起 过去 大家会 赚大钱 努力的工作 会赚大钱 恭喜大家 新年快乐 慈云寺元宵艺文活动 持续多年 这两年因为疫情而停办 但地方人士 都非常感恩慈云寺 多年来传承 优良文化 推动艺文活动 关怀弱势的善行议举 因此在今年恢复举办之后 纷纷来参加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议长佟 立委蔡世英 与多位市议员 都到场来祝福 西业界台北非常多的朋友 在新春都特别请女士们去表演 我刚才跟你师傅聊天 我才知道原来这个 这个武师太不仅在台湾很有名 到全世界到新加坡去了 刚才姿云跟我分享一个最重要的是 十几年前 慈云寺就占助了她的一些经费 让她们有机会到国外室廟 我觉得一个寺庙最重要的 不只是精神的传承 她能够在地域接近期 帮助当地所有需要 接受艺文帮助台队 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在归归两年以后 我们慈云寺再度举办我们的一五华位 那慈云寺过去这段时间以前 举办相关一五华位 比较多位的时候 都有许多的好朋友 来到现场来参加 那慈云过去也对我来参与 所以今天见得我们两年之后的第一次去办 慈云也特别来到这边 跟我们所有的四名好朋友 拜个年 慈云 年间就创建了这个慈云寺 是我们借我十大五秒 那其实我小时候 其实我妈妈常常带我来慈云寺 拜拜 祖神是观音佛祖 那我们都在这边祈求平安 那其实慈云寺办这个元宵节的活动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 要感谢主委一向这么热心 然后办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动 艺文活动 在回馈社会回馈地方 所以这是不是拜托大家 先给我们主委一个掌声好不好 好 慈云寺元宵逸文活动 安排传统的舞师表演 这是世界师王呂师傅龙师团 所带来的精彩舞师 吸引全场的目光 让新年的气氛相当浓厚 现场也安排视障朋友 带来的打鼓演出 充满了生命力的启发 另外慈云寺也很重视年轻朋友 也特别邀请了街舞团体 带来动感好看的舞蹈 获得满场的掌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障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法国顶级庞若游轮日历后 预计3月24号抵达基隆港 并以基隆港为母港 推出11天的日本奢华行程 每人要价26.5万起 行程一推出竟然就秒杀 而基隆港今年总计有72行次的游轮 议长佟子委呼吁市府要做好配套措施 法国顶级庞若游轮日历号 预计在3月24日停靠基隆港 为疫情趋缓后 基隆港迎来第一艘国际游轮 旁若游轮推出了探索 日本岛屿之间的秘境和美景 用探索南北籍的深度和跳岛玩法 规划11天日本奢华跳岛行程 每人265千元起 去年开卖当日就秒杀 我这道船做完可以做264个人 那去年的7月9号 在台北销售的时候的秒杀 大概2天之内 几乎是所有的140个位置都销完了 睽違两年 金融港终于迎来了国际游轮 議长同志为 希望市政府能够尽快 提出完整的配套计划 疫情刚结束 那在面对疫情后的时代 政府的各个部门 各个角色都要加紧 上紧发条 不管是经济面 然后包括我们金融港 准备要起飞起航 那游轮公司 那我想相关的配套 也希望我们金融市政府 可以加紧脚步 那我想金融市议会 跟金融市政府 会紧密的合作 当然我们会做好监督制衡的角色 希望金融市政府 可以带动我们的产业 让我们的发展可以更好 疫情解封 金融港无分公司 今年收到了90个行次的 国际游轮预报 其中金融港有72个行次 包括32行次 将以金融为游轮母港 40行次为挂靠港 接下来可以预见 游轮旅游市场将逐渐的复苏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谢国良 再度到市区街头 视察行人友善政策的执行状况 在警察局长 跟交通处长的陪同下 一起向市民宣导 呼吁车辆要礼让行人 画面上是人来人往的 信一路与异一路口 金融市长谢国良 跟警察局长张树德 及交通处处长王震宏 一起在路口转角 观察车辆里让行人的情况 持续宣导行人友善政策 谢国良指出 也乐见于中央预告修法 将把车辆不里让行人的罚还 提高到3600元 因为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跟这个子女推着长辈 在基隆市行走 我真的觉得安全安心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也谢谢警察局跟交通队 张局长张队长都非常地认真 在农历年及农历年后都在宣导 这个概念跟计划 那中央非常感谢 最近也开始重视起来 以前过去我们是裁罚的标准 现在听说都是罚上限 假如有不遵守行人的话 中央指示 未来都是要裁罚3600 那这是很重的一个罚则 可是也代表了大家 不分地方基隆 以及中央全国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决心 就是车子碰到人 尤其是在绿灯 走在斑马线上面 一定要礼让 我希望这个会是 不管是未来基隆的行人 跟城市的一个文化 也是未来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 在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在农历的除夕 大年初一 初二 初三 市长都带我们到我们 基隆的重要的路口去执行 那一个时期是宣导 加强宣导 那不过现在已经宣导一段期间 那我们配合这个交通部的修法 他有预告三月份 他要提高到3600 所以我们现在是双管齐下 里面在左边看到的是宣导牌 那在右边有收证 那如果说这些驾驶人 不离让行人 我们就按照 道路交通管理处署条例 44条跟48条 依法来给它开罚 那也呼吁我们这个驾驶人 因为你有可能也是一个行人 因为你要去开车前是行人 你车子停好下车 你也是行人 那你将心比心 如果能够用同理心 我想我们基隆 包括全台湾的交通会更好 台湾曾经被外国媒体批评为行人地狱 而随着疫情解封 各地观光客还有邮轮旅客 都将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因此谢国梁市长希望透过行人友善的推动 让外地游客对基隆留下一个好印象 甚至还有人用行人地狱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台湾的街道环境 所以如果未来我们想要透过邮轮观光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可是我们的车子却不离让行人的话 那这样子对我们基隆的观光 也会有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就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积极努力的 来好好的改善这个城市文化 让大家都礼让有善有爱 那因为疫情 国人也封了快三年 所以现在很多都是报复性的旅游 那因为最近这个市长到任以后 他要让基隆成为亚洲最有温暖有爱的城市 那当然就是从交通做起 市长谢国良推动的干净家园跟行人友善 基本上都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 希望透过这些政策 提高整个城市的质感与国际接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七堵烟火嘉年华在吉隆电视对面的广场举行 灿烂的烟火让所有参与民众掌声连连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认为 这样的活动非常吸引大人和小朋友 他也希望能够推广到基隆游轮码头 或是重要景点等地区增加亲子活动 画面上是七堵烟火节的高潮活动 在市长谢国良等贵宾的倒数之下 灿烂的烟火跟音乐渲染了七堵的夜空 参加民众都拿起手机狂拍 希望分享美丽的景象给好友 灿烂的烟火会映在七堵的夜空上 希望一年的开始有一个好兆头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美丽的烟火增添基隆更多喜气 让大人小孩都开心 他也希望推广到其他地区 像是基隆游轮码头或重要的景点 增加亲子活动 好几年了 今天好不容易可以恢复了 非常的开心 但是今天稍微天空不作美 下个小雨 谢谢大家今天冒雨来参加 风雨深信心 然后未来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努力 在七堵 七堵其实腹地有辽阔 我们可以打造就业基地 也会打造好玩的 国良也预计在七堵的行政大楼 我希望打造一些孩子们可以用的空间 请给我一点时间 大概一到两个月吧 希望能够把一些空间做得好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走一走 希望孩子们会喜欢 家长也会觉得放心 在这边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也是最后新年的最后一日 那在这边也拜个最晚的晚年 祝大家今年都顺利平安 健康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是元宵节 也是我们七堵区 一年一度的烟火节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停半两年了 那也算是我们七堵 真的是年度的盛事 那谢谢大家 列领我们七堵 七堵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我们的县市长 非常重视七堵 为了打造七堵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就业机会 包括七堵 我们七堵这个 墓地相当的大 怎么样 递进其地名 善用我们七堵这个条件 的一个优势 再次的感谢我们吉隆市的所有乡亲 包括我们七堵区的 今天 啊 不会因为下雨 而对于我们烟火节 有所 啊 是要兴趣 也是大家很多的 都来参与这个活动 个人非常高兴 尤其啊 担任 在漫向第六届的 那难得 看到我们县市长 尤其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就 已经重视到 提到我们七堵区 是七 吉隆市最大一个区 那希望好好的 在七堵区好好的来 应用我们现有的所有的土地 好好的来 规划我们吉隆市未来的宴景 个人非常的敬佩 那今天下午宜芳也有来到现场 那也有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 在做灯笼DIY 然后以及现场也有很多的 表演跟探车小吃 那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市政府以及七堵区工作 还有我们锦销同仁 一起来完成这个活动 现场来了许多府会的贵宾 包括议长童子伟的秘书 蔡旺连前议长的秘书 还有暖暖区市议员联恩典 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仁爱区市议员郑文婷 以及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消防局长陈龙辉 地政处处长王英哲 以及主办活动的七堵区公所区长等等 大家向到场的民众祝贺新年好 而活动也安排抽奖 许多的奖品让民众满载而归 其中最大奖是市长奖55寸的电视 由谢果良市长亲自抽出 让中奖的民众相当开心 现场可以说是喜气洋洋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奖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奖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